Hello 各位 只有12公分长的观众老爷们大家好 感谢收看4号囊说给你带来的刀袋直播比赛解说 来看一下IG对战WINS的第二场比赛 这场比赛IG上前两手是搬掉了狗加炼金 WINS则是搬掉了马甘纳斯加上Tinker 前两手拿出的是莉娜加上火猫 一手IG还是给波波卡去抢了一个大胜 我们来看一下这场比赛后续的一个搬选 上一场比赛是中单的一个Shadow的Tinker 中单Shadow的一个Tinker 加上一号位的一个跳楼的剑胜 其实中期的几拨团战还是能看得出来 WINS这个队伍他们在打团战的时候 有一些自己的一些想法在里面 但是呢阵容整体被U鬼磕得太狠 虽然说其实WINS在团战处理这个U鬼方面 已经做得非常非常的不错了 但是还是拿对方的这个U鬼 在后期装备成型了以后 没有特别好的一个解决办法 而且在团战当中 在最后一次肉练团的位置呢 对方能够买活的人太多 而且U鬼是带着龙心被所有人挤火 打死以后买活开大来到战场 第二条命这个U鬼就完全没有办法了 所以呢上场比赛WINS也输掉了比赛 不过基本上按照最近这个WINS和IG 两支队伍的实力状态和经验状态来看的话呢 IG赢掉比赛也是比较正常 因为现在IG这支队伍在国内 我估计啊 就按照我对于这个比赛 这些选手和队伍的了解 除了IGV在神经刀正好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那个时间 拿跟IG打可能会有一些希望以外 其他的对我打IG现在都没有特别好的把握 来看一下这样比赛后续的一个搬选 搬人方面后续WINS选择搬掉的是沙王和小强 还是在针对这个小学生这个点 军团还是放了 军团还是放了 牛币现在这支牛币打IG没戏 只能说是没戏 牛币的这个一号位 他们悠久的这个点太容易被打疯了 感觉悠久好像这么多年没什么变化 就是他再来到牛币以后 感觉并没有特别明显的提升 不管是英雄池还是硬实力 都没什么特别明显的提升 AG如果按照之前的这个男人思路的话 三号位的位置上还是有可能去拿军团 那么在大Q的这个英雄选择上面 应该还是有可能会去拿冰女 这一号比赛还有一个有可能会出场的降游是VS Burning的剑胜应该是已经确定下来的 那么中单这个位置 姜冰有可能会打的 Tinker在被搬掉的情况下 Lina被抢了 那么中单的这个位置上 对于Tinker来说 对于这个姜冰来说的话 就是蓝猫 蓝猫和影魔这两个点 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是蓝猫和影魔 Lince选择是在第三手 拿了一个大牛出来 前两手 Lina加火猫 第三手大牛 大牛这个英雄有很多人说 他这个被削弱了很多 其实我觉得并不是完全不能上 虽然说他的这个光环啊 他的这个光环是变成了 这个魔法抗性 是以这个大牛的星体游魂为中心 然后呢物理护甲降低 是以英雄为中心 这个确实削弱的比较明显 但是呢并不是不能上 因为大牛除了这两个特效以外 他的CT2连和他的大招本身 并没有被削弱太多 Wins选择是在第四手 拿出了一个先知 前三手是红色系英雄 第四手拿了一个绿色的 红给绿 大牛加上先知 先知这个英雄这两比赛 作为一个先手控来说的话 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他不管是配莉娜 配火猫还是配大牛 他的这个先手控的效果 都是不错的 大叔一会儿上阴阳失灵礼包去 你是送了我一个礼包吗 非常感谢 么么哒 你待会儿我把裤衩脱了 第四手IG还是拿出了军团 我作为一个资深 特别专业 特别敬业的一个 由DOTA2比赛解说 我简直在猜BP方面 我都不愿意猜 一猜就中 太没有意思了 你说 太没有意思了 但凡看过IG十场比赛 我就能猜出他们的BP 我跟你讲 又是一个质宝队 又是一个质宝队 开术方面 这场比赛 WINS在开术方面 人确实比较多 最后一手扳掉的是一个巨魔 防了一手 这个巨魔加军团 中单的位置 应该是影魔和蓝猫二选一 WINS的最后一手英雄 现在差的是一个什么位置 我不知道 差的是谁的英雄 我也不知道 他会选什么英雄 我还是不知道 作为一个职业的解说员 和这个特别敬业的解说员来说 能够猜对WINS阵容的人 说明都不专业 能够猜对WINS阵容 这都不专业 WINS在最后一手的位置上 可以考虑拿兽王 狩王 狩王 蝙蝠和这个 凤凰 狩王 狩王 蝙蝠凤凰 三选一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 还有一个可能性是敌法 还有一个可能性是敌法 最后一手Ig选择是搬掉了幽鬼 Ig的最后一手 应该是蓝猫 应该是蓝猫影魔二旋翼 哎呦 西洋兵居然是拿了个卡尔 这个是有点意外了 卡尔确实有点意外了 居然是没有拿蓝猫或者是影魔 如果卡尔配这个军团 倒是也比较好杀人 这个倒是 我在用卡尔的时候 最喜欢队友军团 我有一万种方法 能让你的决斗获胜 最后一手Ig选择是拿了一个中 这是个中单吧 这应该是一个中单 拿了一个黑鸟 黑鸟 黑鸟先知大牛火猫 力难 这是个中单的杀到的火猫 然后一号位优势路的跳刀的黑鸟 难道是个 戒赌之意 戒赌之意 戒赌之意又开始帮大家戒赌了 跳刀的黑鸟最近胜率还可以的 还是赢过一些比赛的 你们要不要太黑这个跳刀的黑鸟了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完全可以的 对了粉丝勋章弄完了 粉丝会章弄弄完了 看看最后的分人 外队的琳娜 杀到杀到的这个黑鸟 费斯边的先知 跳刀的火猫 二兵的大牛 果然是没给这个 我还以为是要让杀到打中单的火猫 给这个跳刀打一号位黑鸟的 嗯 这边让跳刀 这看来是在拼了命的在练这个 杀到的这个终端啊 这是 那这样的话 按照这个比赛的节奏和现在 Wins的这个状态进行下去的话 不出意外的话 Wins应该是进不了这个 Wins应该是进不了这个季后赛了 他们现在这个成绩距离季后赛 太遥远了 外队的丽娜 三号位的先知 这场比赛 先知的游走 在前期配这个 他确实配黑鸟 这场比赛 很好打这个阵容 就是最后一手拿黑鸟 在中路 T的等级只要足够高 或者说 他的一个机会找的足够好 能够把对方给T住 T住以后先知飞过来 利奈跟过来 这个控住了 或者是大牛接CT都可以打 他最后一手这个先知 最后一手黑鸟拿的 确实是有点 很有想法可以说 这个反补 这都能反补 好吧 这三个树人 一六的飞起 用的 给捆一走 后来队 这个T踢空了 小学生这波的走位还是非常的灵巧 预判了一个 这个是外队预判了一个对方的走位 然后呢 小学生预判了一个对方 又会预判自己的走位 博博卡这里由于一级升上树 所以没有被动来A这个先知 没有太好的一个处理办法 现在中路的补刀方面呢 卡尔跟这个黑鸟差不太多 反而这个卡尔还领先一些 来一下这个大牛 大牛一级升的是一个C 这里接着过来去压小学生的这个三号位 这里一个T也T撞 小学生这波又是被这个利纳耗了一波 军团估计要去吃圣坛了 自己身上的一个状态补回来 过去吃一发圣坛 中路卡尔的状态比较满 所以不用担心给这个卡尔去留圣坛的问题 沙漏中单的这个补刀 现在还是 感觉没有特别好的去利用这个 T去进行一个正反步 中路的对线确实跟一号位的对线 完全是两个概念 中路需要做勾心斗角的动作太多了 一号位的对线一般情况下 如果你能跟对方的一号位对上的话 一般都是这个刚三 所以一号位需要想的 就是我如何在保证自己发挥的 保证自己补刀的前提下 尽可能多的去进行一个补刀 就可以了 但是中路的这个对单 一对一没有队友帮助的情况下 这个前期一个到两个反驳 往往会影响一个等级 而一个等级和一个装备 就会影响一次击杀 所以这个勾心斗角 对于这个选手来说 不是常年打征单的选手 你让他去打中单 他真的是打不了 还有就是抗压能力方面确实也是 就是当你在劣势的时候 你怎么能够通过自己的一些 找一些机会 把这个 劣势给找回来 这个也很关键 这个丽娜难道不能 这个是鸡 这个鸡被波波卡给杀了 目前在中路的这个补刀方面呢 黑鸟是开始利用自己这个高等级的 高等级的一个光环 还有尽可能多的去用的这个T技能 开始去产生一些优势 这一下 不过调的其实是开出了自己的一个火盾 一号位的火猫 现在在团战过程当中 还是输出比较高的 就是他的这个输出转化率比较低 他的输出转化成有效输出 这个比较低 上路的发育目前 这次边这波应该是要死 大牛一脚CT 踩住两个人 漂亮 这个掩护还是非常到位 这次边这里直接选择了一张 一个飞 往家飞走 二边这个位置看看波波卡没有技能 波卡没有技能 留不住 这里疆兵再加上这个灵灵迅捷以后 这个提给的 你看就是这种操作 就杀到的这种对线 你就能感觉出来这个 就是常年打一号位的选手 和去到终端以后的一个不适应 像刚才那种情况下 如果换成一个有经验的终端选手 绝对不会出现说两个兵被对方反补 这种情况 两个兵被对方反补 然后自己想要反补还没有成功 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杀到这里 先手T一下吗 还是没有机会 对方也是一个兵女在后面在等着 这里给上一个急冷 火女过来给这要T 只能是起到一个掩护的作用 自己还要被反杀 一个平A 一个平A 打出来了这一下 杀到也要死 这里一发天火 直接点死 那么机晃兵完成一波双杀 杀到的这个中单 中单这件事说实话需要天赋 不光需要练也需要天赋 看一边上路上路这波击杀这里 飞死边想走被对方指着一个大棒子留着 在此时间能一击杀 除了Winz这个 他们在练习这个杀朵的中单以外 我们另外能够看得出来的就是在 IG自己的一个状态保持上面 IG做的相当的不错 来看看现在的一个经济情况 中单不一定要必须的这个老年人才稳健 中单有的时候很多的这个天才少年 如果大家仔细去回忆一下吧 仔细回忆一下的话 绝大多数的所谓的这个天才少年都是中单 绝大多数都是中单 当年的苏妙 对吧 被称作天才中单的选手 还有当年的这个 就是天赋极高的这帮人 像430430也是 还有很多的这种 就是特别有天赋的这些人 大部分都是在中单位置出现了 这里先知飞过来 找一件小学生 一脚挑踩 一脚CT 踩完了以后给一波合戒 再给一套合戒 一个大棒子 粉身 空一手 波波卡现在身上是有这个被动的 身上有被动的 打满自己的被动 肩上无地盏过来 Winz这场比赛感觉雪崩了 已经 已经hold不住了 这个比赛 看起来赶过来的是 跳刀的一个火猫 跳刀的一个火猫 赶到战场以后 也没有什么作为 又是一波 零换二 现在经济方面 只有一个火猫 经济现在排在全场第二 剩下的前五名里边四个都是 IG的人 Winz这个比赛打成这样的话 感觉还是 阵容也不也 搁一边 阵容也不也 搁一边 他们这个分路 还有他们现在状态的一个调整 以及 节奏点上 确实是有一点别扭 下路原本是一个比较容易开胡的地方 但是下路刚一开始 跳刀面对的是对方的一个军团 军团可以给自己去解这个 强攻 用强攻给自己去解这个debuff 不会被你给留住 一个往下砸 没有砸中 跳楼直接往前顶一波 往前顶一波 直接一个魂飞走了 说bb拿出来就已经输了 这个道真不一定 你说Winz这个阵容 他们在打团战也好 前期的游走干客也好 支援救人方面也好 其实都是有的 黑鸟大牛可以救人打反手 火猫可以在团战当中进行一个多次切入和收割 一个大棒子打断 这里临死之间放了一个C 不过没什么效果 Burnin手里还有一个转 Burnin手里还有一发转 开始转往前顶一下 跳刀的这个火盾感觉要被打掉 直接选择tp 看见大圣这里选择一棒子 然后被对方捆住 上不了兽 走不掉 那么终于是开胡了 终于开胡了 还是靠跳刀的这个点 把这个局面给打开 大牛一刀CT也踩住 不过没有人能过来去帮 军团这里这场比赛呢 也是果断的做出了一个寒铁钢爪 一方面打野可以快点 另外一方面可以随时留这么一个寒铁钢爪去开树 那对方有先知的情况下 这个打野爪这类道具 或者是捕道夫 肯定还要长年备一个 这波又游走过来 找下了shadow 这里给一个夜 一刀 卡尔直接给上个陨石 剑圣开转 带走 冰女至宝 这个大招开出来以后 这一堆狗掉真是够糟心的 现在经济方面呢 双方已经是拉开到了四千加的一个差距 经验方面也是有了接近三千 这个差距现在感觉是有点hold不住了 狗叫跟狼叫差不多 不要纠结于狗还是狼了 其实差不多 大牛这里看到了对方打野的这个冰女 这个叫CT 哎 没有蓝放T 他蓝不够 蓝不够放CT 那shadow为什么要过来 对方这儿有一个眼 这里一个大棒的定一手 shadow感觉还转了好几圈 也是找不到人 不然灵的剑圣 也是一张TB落下来 找机会再反打 这里被对方给上一手T 上路在带剑的还是小学生 小学生这场比赛选择是第一件的 还是要赶紧尽快地去做跳楼这个倒局 来帮助队友去带节奏 跳刀的这个火猫 居然是被对方的一波 我卡的一个丝毫为大胜 直接干了一波 现在跳刀的火猫 是勉强维持自己的这个经济 跟对方的这个一号位大哥差不太多 但是自己其他队友的经济 崩的太严重 杀斗的经济 现在连对方大胜都不如 下路跳刀 这边又被波波卡给怼了 看一下这波开悟 是大牛加上一个 外队的丽娜的一波开悟 这里一个大棒子 我去 哎呦 这波跳刀居然是硬生生 是被对方大胜给单杀了 他想着就把这个跳 把对方波波卡给骗过来 让自己的队友 给自己的队友争取点时间 结果把自己给玩死了 跳到这个装备方面 第一件装备是走了一个飞鞋 要是把这一手 放我们下了 对方的队友 堆一下 不然你这也直接开转 往回撤一下 往回撤一下 跳到这个地方上去又火盾 又是没有了 没带着火盾上 看一下野区 野区这个位置 波波卡又是单杀掉了一个外队的丽娜 这大牛CT三连打出来以后 火矛砰过来给一个捆 大胜直接原地开一个大招 这波差一点又把跳刀给换了 这一开始接发天火 但是对方跳刀并没有往下走 这里中路又是一个跳刀决斗 加上剑胜的转 加上这个冰女的输出 直接拿掉了杀到的一个黑鸟 这个比赛已经没法看了 已经没法看了 整合了一下消息 基本可以确定老板出问题 没事 老板出问题没事 不要紧 我们还有贼酒 我们还有林书豪 看见飞死边 这里直接飞走 继续去刷 说了三好还不信 我没不信啊 我啥时候不信了 改名 NBW NBW是什么意思 牛逼外 什么 WHY 牛逼外 中文名叫 你为何如此牛逼 跳刀一个飞机先上来 找一下对方刚刚击杀掉 自己队友的这个小学生 这里一套技能 加一个魂 直接炸死 再往前追一下 这里又一张TV亮起来 跳刀赶紧往回撤 看一下上路 这波冰女直接在树里面 要大 还差一刀 卡尔得把天火 没有炸到 费斯菲安往回撤了一样 感觉气味不对 换老板 换赞助商都不可怕 换老板 换赞助商都不可怕 当年 Monkey Business 也要是没有 他们要是不换赞助商 不换赞助商的话 也就没有现在的OG 还Monkey Business呢 还猴王战队呢 听起来就很善待 AF也是换了老板以后 才扭起来的 所以这个 看一下 看一下Burnning Burnning的坚胜章比赛 现在经济已经是稳稳 坐在了第一 七千二 第二名是 吉祥冰的卡尔 现在手里边也算是七千的经济 这些Face边 加上可以插着一发天火 一个绝盗 直接拿到Face边的这个先知 跳刀身上是一个隐身符 隐身符没了 到时间了 好像这回头一个TC 捆一手 赶紧往后溜 感觉Burnning这场比赛打的 我觉得Burnning这场比赛 有上传的必要吗 有必要 有必要 有必要上传吗 大叔小地图能开下实色吗 不能 反过来说 IG这两张比赛的这个状态 确实保持的相当不错 这边这块 竖捆一下 框住 这里CT给上 卡尔迪巴天火 给的位置其实还可以 小学生这个落地直接被晕住以后 看一下卡尔的这个位置 大圣要过来放大了 大圣要过来放大了 激昂兵的卡尔 这波被对方起火 直接带走 外队赶紧往后撤 所有人都撤出了这个 火火卡的范围内 一套技能 但是Burnning过来给一个 一个无敌斩 斩掉了外队的一个利娜 这里又是一个决斗 决斗到了二兵的上古巨神 大牛这波被干死 而且拿到了攻击力 这场比赛 小学生的这个军团的攻击力 加的还是比较痛快的 上场比赛30分钟 一点攻击力没有 这场比赛18分钟 已经是有了 48点攻击力也加了 经济方面的落后是5000多 那么经验方面的是6000多 跳刀的火猫的 经济其实一直保持相当不错的 他这个经济线 已经超到全场第一了 因为他第一件 出完这个飞鞋以后 他的这个刷钱空间 还是很不错的 这里又我去这个穿斗 小学生跳刀过来以后 给决斗没有来得及 差一丁点 这场比赛你还别说 WINS不是完全没戏 跳刀的这个火猫 到现在为止 经济保持的相当不错 而对方这个阵容 如果没有军团这个点的话 其他人是限制不住这个火猫的 只有一个军团 还能限制一下这个火猫 火猫这边的装备 现在他的林凯也快做出来了 大叔当老板 翅膀老板去咋样 我当不了 没钱 没钱 我也没有人家那么 没有那么高专远主 再说人家知道我是谁 二兵这里CT给完以后 直接TB回家 也没有选择在这个线上 去多浪费时间 看看跳刀这里 开个火盾 再上路继续去代线 经济现在跳刀 已经是超过了 这个剑身超了1000块钱 Burning这场比赛 Burning现在 他的一个整体的节奏 还是尽可能多的去参团 杀到这里又是被决斗 但是S拿到这个攻击力 军团的下架装备 没有考虑去做这个天堂 而先选择去做一个BKB 天堂这个道具 不过相对来说 倒是比较平滑 相对来说比较好做 跳刀的这个火猫 现在经济上的 还是非常的不错 这里 林肯已经坐出来了 又是带走了 对方大Q 不过这个地儿有点僵 这里传回去 还是要死 还是要死 被雷王给让一个伞尸 以后走不掉 他这个魂 第一下没有传 而他当时身上 已经没有蓝去扔第二个魂了 没有魂了他呢 没有魂的存量了 他说我刚才留一个魂 往回甩的话 这下应该是 应该是有希望能活下来 但是仅仅是有希望 这波打完了以后 挑刀的经济又是再度落后 那么来到了全场第二 对方的这个卡尔的经济 现在鼓起来也是非常的快 毕竟卡尔现在已经是非戒A仗了 点进非戒A仗 他的补经济能力一点也不比 这个火猫要差 看一下仙芝 仙芝这个位置框架自己 被对方直接一个T留住了一个决斗 但是拿到这个攻击力 挑刀这里给让一个TC 不过也是回天罚术 看看波波卡这里交一个大能不能打晕 能不能打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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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打晕 没有出打晕 这里给让一个CT 踩住 火猫爆魂 进来要杀 但是进来以后 被对方的这个幻象 打出来了一个被动晕 这个碎骨锤的晕 这样的话没有能够成功的击杀到 对方的大圣 自己的这个先知死在野区内也是没有什么反击的一个机会 经济方面 现在这段时间 shadow的经济稍微追上了一点 在有点进以后的这个经济 起码是追到了全场第五 接距离对方第三号位已经是比较接近了 这里一个大棒子 天火给急冷 肩上开转 这关不起来自己 shadow又是直接被对方带走 先知选择是在对方的野区发育 其实shadow打中单的时候 你就能明显的感觉到wins这支队伍他们的这个整体风格就变了 shadow在打中单的时候 他们这支队伍的风格其实有点像是 像是的老的烂丝的那个思路 就是说三号位会很飞 他们一般情况下都会让三号位的刷新空间更大一些 剑上开转直接上了魔塔 火猫的经济现在已经跟不上来了 他现在没有什么刷钱的空间 而且有一点有一定的这个空间 那也需要留给队友一些 他往往需要去带一些相对来做比较危险的钱 现在场面上对于wins来说就比较尴尬了 因为他们现在等于是这里跳刀过来决斗 小学生这波又是拿到了这个攻击力 现在小学生的这个军团已经可以随便单杀对方任何一人了 攻击力太高了 他现在的攻击力已经是加到了 看看他应该是八号 加到了94点 总的攻击力已经是突破了300 在没有任何队友加强的情况下 对总攻击力已经是突破了300了 上路高低高破25分钟将比赛感觉wins好像打的也是 就是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一般情况下 Wins在劣势局的时候 他们以前搬回来劣势局的时候 都是因为在劣势的情况下 他们有一个点 这个砂头或者是跳刀有一个人在刷 另外一个人往往是跟着自己队友去打架的 但是现在换成了砂头去打中单以后他们好像没有人去打架 就是劣势的时候两个人都在刷或者是两个人其中一个人在速 给一个CT CT二连打完了以后 外队这里是过来给了一个技能 要是跳刀过来开BKB开刃甲一个决斗 杀多之后直接被带走 加攻击力已经加到112 我们上路高低高破 冰女这里要一个大费斯边 这里感觉也是要死 卡尔一发天火没有用上 直接带走 卡尔在一个吹风吹起来了跳刀的火猫 火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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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刀这里一个T 一个无敌斩 斩出来 莉娜是一个风杖 把自己吹起来自救一下 不过落地还是要死VG了 这二兵还打出了GD 恭喜IG两场比赛是非常轻松 拿下了这个WINS 那么这样的话 接下来的比赛又会估计间隔时间比较长 我们就可以有比较冲突的一个休息时间了 好吧 这场比赛就给大家做到这里 没有太多可以去点评之处 因为确实没啥看见 没啥看见 只能说IG最近状态保持的真的是相当不错 而WINS则是在锻炼这个Shadow中单的路上越走越远了 好吧 这场比赛就给大家做到这里 稍微休息一会儿给大家带来下一轮的比赛 那么预告一下吧在这里 下一轮的比赛将是VG对战NewB的比赛 那么在今天的最后一场 4月9号最后一场将是WINS对战VG的比赛 所以接下来的两场比赛应该说也还是有些看点 好吧 我们将比赛就到这里 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见